西班牙那些碳为观止 不可错过的美丽建筑 由西班牙建筑师以嘎多波夫设计 这座距今40多年的建筑 虽然略显年代感 但是梦幻而清新的风格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观赏 俘获了千万少女的芳心 这座由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 设计的雄伟的文化科学建筑 是该是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了 8.塞维利亚都市洋伞 塞维利亚有个构图游戏 就是都市洋伞了 也被称作塞维利亚蘑菇 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木质建筑 通体流畅魔幻 7.瑞格尔侯爵酒庄 世界上最美的酒庄之一 位于西班牙阿拉瓦 由加拿大建筑师Franck设计的 这个奇思妙想的酒庄酒店 比尔巴厄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也是出自他的作品 6.马德里阿多查火车站 有这样一个建筑 从远处看 它好像一座精美的宫殿 棕红色的外里面 精美的雕刻线巢 散发着古老典雅的气质 这就是世界上最美的火车站之一 马德里阿多查火车站 5.马德里皇宫 一座融合西班牙传统王室 和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 最精美的宫殿之一 4.圣家堂 尽管圣家堂存在很多争议 它仍然是一栋真正气势灰弘 华丽的建筑 当你看到它 会被它所震撼 当你进入到圣家堂 一定会被它五颜六色 梦幻般的样子所蛰伏 3.科尔多瓦清真寺 科尔多瓦清真寺 大教堂融合了各种建筑风格 是摩尔人在西班牙 遗留下来的最美建筑之一 他的修建和扩建 共经历了9个世纪之久 2.在德维亚 古罗马淫水渠 古罗马人在西班牙留下的 最宏伟的工程之一了 从东到西穿承而过 邂逅2000岁的塞格维亚 探寻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遗迹 就在塞格维亚 1.阿尔汉布拉宫格拉纳达 阿尔汉布拉宫堪称西班牙的故宫 格拉纳达立于内华达山脉 公元七世纪 罗尔人从北非长驱直入 越过直布罗托海峡 统治了这一地区 长达近八个世纪 给这块土地留下了深深的 伊斯兰文化印记 这个时期也是历史上 伊斯兰文化的黄金时代 那么你去过以上 几个探寐观止的地方呢